在針對產生最強在野候選人的方式 這個部分我們是屬於保留 雙方都持保留態度 首先我來講民眾黨的態度是 五間民調公司式化手機各辦 採對比式民調 以平均數來決定結果 國民黨方面是採用美國、法國、南韓等民主國家 行之有年之開放式民主初選 由民眾投票展現直接民意 實施的方式是在22縣市或是73個區域立委選區 設立初選投票所 參加投票民眾不分黨派 需要簽署政治理念 再也整合下架民進黨的認同卡才可以投票 採用實名制驗身份證 黨之後被民視出的這件事情 看法是怎麼樣 各位可以看到柯主席在10月初提出來 我們很快的 也就是針對柯主席所提出的各種方案 都在思考怎麼樣能夠提出一個應對的方案 所以應對方案就是說 我們為了要實際的推出真正最強的控制 因為我在會議之中 也跟黃總幹事交換意見 我們對於全民調的看法 我們的隱憂 各種方式 我覺得我們提出的方式是最能夠避開的隱憂 並不是 因為從2012年我們也記錯的話 大國開始就所謂的 他們不同黨派就開始推動出選 剛才總幹事提到一些疑慮 我要表示尊重 但是我是覺得 在今天這個社會 如果你還想要有一些冠票 或大批動員的時候 是瞞不住一般人的眼睛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手機了 以上就可以查出來 而且採取實名制的問題 我就不多說 因為我們跟尊重彼此的看法 大家再回去討論 希望能夠有一個好的整合出來 今天都有 要確認前下最強候選採取方式後來進行辯論 那有談到說 假設最強候選出來之後 另外一個人是當副手還是退出嗎 還是怎麼樣的方式進行合作 謝謝 我是尊重黃總幹事的看法 但是我們當然是希望 原來今天就可以再進步討論 但是總幹事總幹委 這個沒有決定之前 討論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其實我們是有一些想法 我覺得我真正黃總幹事 就是這個 就沒有再討論這個議題下去 其實我們是有備案的 但是要尊重今天是沒有討論這個議題 這個第一次是個題方案 這個叫比賽風度 那第二次叫做精算勝率 比賽究責 所以到底誰破局 那我當然是不希望走到這一步 那不走到這一步當然就要有妥協案 就是民眾黨當然就認為就是全民調 那國民黨現在提出來 我覺得有提案當然還是好 因為他本來沒有案 那他現在有提出方案 就是說比照美國的民主初選 那他這個問題是這樣 事實上黃珊珊的憂慮是台灣發生過的 因為以前新黨辦過民主初選 那因為我們黨內政黨的初選不是國家辦的 所以你的投票所一定比大選少很多 那有一些縣市很大 我隨便講比如說彰化 那彰化人口很多 那可是你的投票所一定比大選少很多了 所以就造成遊覽車動員 事實上民進黨以前 我們雖然民進黨雖然沒有辦到民主初選那個程度 可是黨員投票也造成計程車動員 所以當然遊覽車動員就會 就社會感覺就是不好 而且你要知道那個時間點已經接近登記了 那新黨那個時候也是滿懷理想 就辦了美國的初選制 那幾乎全台灣都在遊覽車動員 全台灣 那我也不否認說遊覽車動員也沒什麼不對 因為動員跟我有錢來動員 這也是選舉的資源 所以當然國民黨 他是認為說他要凸顯他組織跟資源上的優勢 所以總要有制度來表達 那我覺得最後就是大家要不要商量就是 各佔多少比例 那所以我跟你講說到了第二次見面 叫精算勝率 那個比例就一定會有爭議 因為他們會去算 因為民眾黨坦白說很多地方又沒有黨部 然後群眾也很少幫過組織性的活動 那國民黨就是歷史最久的政黨 所以他當然要有動員民策 潛在的動員方法 那民眾黨要去號召科粉出來投票 這個坦白講他有很多縣市都沒有經驗 因為他只是選過台北市長 對不對這個是一個現實 這個當然就是國民黨就是說 我區域立委比你多 縣市長比你多 那我就要用這個方式來展現我的優勢 那可是這個不能夠決定勝負 因為你如果要這樣講 那2000年連戰 連戰照理講那個時候 立委立委是議員一定是最多 國民黨 而且國民黨那時候兵強馬撞最有錢的時候 那結果你還不是選到第三名 所以民調主要是表現你這個候選人的競選能力 那可是這個民主初選就比較表現為 你那個政黨的動員能力 那這兩個因素我同意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那我認為民眾黨回去可能就要去考慮一下 要搭配什麼樣的比重 不過時間很急 因為黃珊珊的dayline是這個月底 今天已經10月14了 那國民黨說他的dayline是11月5號 然後到12號 所以事實上都非常急 所以而且你決定了之後要立刻辦初選 要立刻辦 不然會來不及喔 不過國民黨有一個點 我認為要執行難度比較高 說還要叫人家去簽認同卡 對 這個實在是蠻怪的 當然他那個意思就是說怕 民進黨的人或者台灣基進 實在力量動員人家來投票 坦白講我如果真的來投票 你叫我簽那個猴我照簽 對 關鍵是他要簽哪一個人 你就不曉得怎麼去研判 你說綠營他會 他如果說今天他認為說 柯的勝選比較大 那他去投猴 因為他認為猴的勝選比較大 這個我們不知道啦 可是因為地方上的投票 你很難掌握啦 因為民進黨會不會下令說要投給誰 我認為不會 因為這個很容易被知道 因為台灣很小啦 沒有什麼秘密啦 那我們且不管說民進黨 可不可以惡意介入去指導投票啦 不過我是覺得簽認同卡真的沒有必要 因為這個我跟你講你只要增加一個程序 那很麻煩的 因為你等於是要確認你的選民資格 那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同一天啊 你還要之前做 然後還要列 名冊 對 列那個已經簽了認同卡的名冊 我看沒有人這樣搞的吧 這樣 真的來不及啦 你如果真的是要展現 說組織動員很重要 那就看誰動人 那當天投票就算了啦 那重點是 民眾黨不可能接受沒有民調的初選啦 所以最終就是要來談比重啊 所以你覺得民調的比重是多少 然後另外一個國民黨提出的這個初選的 只有這樣有妥協的可能啊 不然怎麼談 對不對 你如果不這樣 那兩黨還是在原點啊 國民黨好歹提出方案啊 之前他是連方案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算進步啦 就是說他至少提出方案了 那至於接下來 那各自要佔多少比重啊 這個 這個就讓 社會輿論的壓力來逼兩黨做妥協啦 就是這樣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問我們いき下用 可以看出包裝做好嗎 Futfeel也請問我們 可以看出包裝? Futteel